陸軍下視洪仲秋關禁閉猝死的案件 雖然現在已經展開調查 不過其中有長達80分鐘的錄影畫面 居然是消失了 今天列委就要求軍方要儘快公布 錄影帶的內容 而最高軍事檢察署也證實 涉嫌施壓的542旅副旅長何江中 中午已經被收押 但是洪仲秋的家屬仍然是批評 這些動作已經太慢了 洪仲秋案持續延燒 即公布第二波懲處名單後 軍方首度證實 五四兩旅副旅長何江中 曾向軍醫院施壓 讓原先因耗費多天的 關禁病體檢報告 以罪速件處理 情節重大 副旅長被申請羈押獲准 如果他個人這樣的話 他要去負其他應有的法律責任 軍方火速開閘 將副旅長收押 但除了懲處 家屬最盼望的還是 真相能夠儘快還原 列委也呼籲軍方 儘快公布消失的 80分鐘錄影帶 有80分鐘的監視錄影帶的影帶是消失的 也就是所謂的關鍵的80分鐘的錄影帶 還有案發當天7月3號 5點43分到6點22分 警閉室的監視器角度無法攝影 強調影帶已送調查局鑑定 盼望外界多給些時間 只是社會各界都希望軍方能盡快給個交代 讓案情早日真相大白 UDN TV 綜合報導